防虫剂是一种用来防止或杀死害虫,如昆虫、蠻虫等的化学或生物质剂 它们通常被用于农业、园艺、家庭、工业和商业环境中 以保护作物、食品、建筑物和其他财产免受害虫侵害 防虫剂可以采用多种形式 包括喷雾、颗粒、液体、固体、气体等 具体选择取决于目标害虫和应用环境 防虫剂的主要功能包括 防治害虫,通过杀死或制止害虫的生长和繁殖 从而减少它们对作物、木材、建筑物等的损害 传染病控制,某些害虫可以传播疾病 防虫剂可以用来减少这些疾病的传播 维护卫生 防虫剂也可用于控制与害虫相关的卫生问题 如蟑螂、苍蝇等 保护财产 防虫剂可以用于保护建筑物 家具和其他财产免受害虫侵害 尽管防虫剂在农业和环境保护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但它们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 包括环境污染 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 抗药性害虫的出现以及潜在的健康风险 因此合理和负责任的使用防虫剂以最小化这些潜在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在使用防虫剂时 通常需要遵循相关法规和安全建议 以确保安全和有效性